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赵丽颖获飞天奖优秀女演员奖 本人深夜发文回应 9月21日晚 第34届飞天奖颁奖典礼在厦门举办 赵丽颖凭借风吹半夏获得优秀女演员奖 飞天奖与金英奖、白玉兰奖一起 向来被认为是中国电视剧领域最重要的三个奖项 其中两年一届的飞天奖更因是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主办 凭政府奖更显重头 第34届飞天奖遇上国产电视剧精品创作大年 因此各类奖项的竞争趋于白热化 就优秀女演员提名来看 除却赵丽颖外 主演繁花的唐嫣 主演父辈的荣耀的琉琳 主演大山的女儿的杨荣及主演超越 漫长的季节的李庚 西君在提名之列 有唐嫣也有琉琳 这也让许多人没想到赵丽颖能够突围 没想到的人里其实还包括赵丽颖自己 登台领奖的赵丽颖激动到落泪哽咽 他直言我没有想过这么好的事情能落到我的头上 也坦言自己根本没有准备获奖感言 不过他依然真诚感谢观众们对他的认可和喜爱 更谢谢评委会对于风吹半夏的认可 非常感谢能遇到许半夏 遇到傅东玉导演 我以为这些话没有机会跟大家表达 他感性地提到许半夏的一句台词 我从不许愿 因为事与愿违 但今天我的愿望成真了 谢谢所有人对我的祝福 我也希望我能够继续努力 能够承载这么多人对我的期待和厚爱 赵丽颖22日凌晨发文 感谢过去的每一部作品 感恩每一位支持我的人 愿所有对我的评价都化为最美好的祝愿 许半夏不许愿 但是我许愿了 愿望实现了 风吹半夏有了他最好的归宿 登上领奖台的每一部都恍惚了 许愿自己能够承载那么多的期待和祝福 许愿能一直向前走 能够有更多多元化的女性角色带给观众 感谢 感谢过去的每一部作品 感恩每一位支持我的人 愿所有对我的评价都化为最美好的祝愿 许半夏不许愿 但是我许愿了 愿望实现了 风吹半夏有了他最好的归宿 登上领奖台的每一部都恍惚了 许愿自己能够承载那么多的期待和祝福 许愿能一直向前走 能够有更多多元化的女性角色带给观众 承蒙厚爱一直在路上 感恩所有发给我祝福的朋友们 谢谢经历的所有一切 终将成为生活的力量 赵丽颖或飞天奖事后 领奖自爆根本没准备获奖感言 就在刚刚 第34届飞天奖颁奖现场 赵丽颖凭借风吹半夏中许半夏一角 突出重围 斩获优秀女演员一奖 成为新一届的飞天奖事后 不少网友都感叹赵丽颖这番 也是千周已过万重山了 三次陪跑白玉兰事后 最终在飞天奖颁奖台上 弥补了这一遗憾 今晚的赵丽颖 在飞天奖红毯上 又让观众们眼前一亮 短发造型看上去跟一个女大学生一样 脸部状态也是胶圆感满满 果然圆脸的优势随着年龄的增加 也渐渐显露出来了 登上班讲台领奖的赵丽颖 一度哽咽落泪到讲不出话 语无伦次的模样 看来是真紧张激动了 她也在台上自爆 根本没想过会获得这项荣誉 所以根本没有准备获奖感言 在台上一遍又一遍地感谢帮助过她的人 流泪的样子 看得太让人心疼了 赵丽颖飞天奖事后实至名归 这下她的演绎之路也能越走越顺了 2.雷佳音 大满贯 赵丽颖 拿事后 飞天奖全名单公布 9月21日晚 第34届飞天奖 第28届星光奖颁奖典礼在厦门举行 本届飞天奖共产生入围电视剧48部 星光奖入围作品79部 最终 本届飞天奖获奖的优秀电视剧16部 同时揭晓了优秀导演 优秀编剧 优秀男演员 优秀女演员四个单项奖获奖者 本届星光奖获奖作品共计14部 雷佳音获得优秀男演员奖 她凭借人世间中的周炳坤一角获得该奖 这也是她既白玉兰奖 金英奖之后再拿大奖 一次性集齐了国内电视剧奖项的大满贯 这个奖项由她在剧中的母亲萨日娜 媳妇樱桃以及上一届飞天奖 最佳女演员热衣扎共同颁发 雷佳音在上台后拥抱了自己同聚的演员 她说自己上台时一片空白 因为没想到会是自己 所以完全没有准备获奖感言 她回忆起自己从1999年开始学习表演 到今年正好25年 这个奖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总结和鼓励 当我真正把荣誉拿到手伤时 我突然间就很忐忑 我觉得自己很幸运 也觉得自己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她提到台下同场竞争的男演员 谦虚地表示是替大家拿了这个奖 同时还感谢了该剧的导演李璐 和所有工作人员的帮助 她表示 未来会更加努力 多拍有时代风貌的作品 优秀女演员奖则由 《风吹半夏》中的赵丽颖获得 这是她此前三提白玉兰遗憾落败后 终于捧回了自己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奖项肯定 在登上班讲台时 剪着一头短发的赵丽颖以视类眼婆娑 她说 我没有想过这么好的事情能落到我头上 拍了这么多年的戏 能得到这么高的荣誉 我以为我没有机会说这些话 非常感谢剧组 感谢遇到曲半夏这个角色 这是所有人的成果 我确实没有准备获奖感言 很有幸遇到曲半夏 我一直坚信曲半夏的台词 我从不许愿 因为事与愿违 今天我愿望成真了 感谢大家的祝福 我会继续努力 承载这么多人对我的期待 优秀编剧奖由县伟大院的王小腔获得 优秀导演奖由备受观众喜爱的电视剧人 世间导演李陆荣获 获奖名单如下 第34届飞天奖优秀电视剧 第28届星光奖 优秀电视综艺节目奖四部 最美中轴线第三季 生生不息 宝岛季 中国智慧中国行 海洋公开课 优秀电视戏曲节目奖一部 戏宇宙第二季 优秀电视文艺栏目奖二部 这十年主题系列节目 山水间的家 优秀电视纪录片奖五部 何以中国 扎实轮步 万桥飞驾山水间的人类奇迹 寻古中国 定风波 优秀电视动画节目奖一部 冰球旋风 优秀少儿电视节目奖一部 重重世界漫游记 优秀女演员奖 赵丽颖风吹半夏 优秀女演员提名 唐嫣繁花洋容大山的女儿 和琉璃父辈的荣耀里更新 超越漫长的季节节目新闻